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1月27日 阿基市判赢华伦丹 周五凌晨 和甲赛场继续上演角逐 已经连续6场联赛无法取胜的阿基市将主场迎战华伦丹 毫无疑问 阿基市十分渴望重返胜轨 毕竟已经连续6场联赛无法取胜 从球队实力上看 他们碾压华伦丹 需要做的 更多是调整好心态 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准 和甲霸主阿基市本赛季征程式艰苦的 上轮和菲燕诺的焦点战 结果阿基市客场一比一战和菲燕诺 半程结束后 菲燕诺继续积38分排名榜首 阿基市仅仅排在第5名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经是阿基市在联赛连续第6场 未能获得到胜利 他们上一次在联赛赢球发生在10月23日 客场击败RKC华预客 从那场比赛之后 阿基市先是输掉了豪门之争 他们在主场1比2不敌PSV燕好分 此后接连遭遇合局 阿基市6轮失9球只拿到了5分 这样的表现与何甲斑霸的身份明显不符 阿基市本赛季被拆的708落 球队战术体系不能完善 戴维卡拉陈 史提芬贝格小斯是为数不多发挥稳定的球员 风险上度心态敌 史提芬贝维恩等人发挥极起伏伏 有利于阿基市的是 在过去5次联赛面对华伦丹全部获胜 整体实力和对赛优势之下 阿基市渴望在主场打出翻身仗 阵容方面 门将J哥达 后卫尔卡伯兰和中场科里安基列斯之音商眷勤 华伦丹则是需要考虑本赛季如何保足 在17轮联赛过去 球队排名倒数第二 3胜3和11负的战绩显示出他们争分能力极差 其实在近期华伦丹联赛表现有所起色 进入2023年取得两联胜 然而在上轮联赛遭遇精英对打击 吞下一场0比2的失利 华伦丹本赛季最大的问题在乌防守端 在17轮联赛失球高达42球 平均每场2.47个失球数据颇为触目惊心 具体到场次 本赛季华伦丹多次大比分失利 面对PSV烟豪分层单场失球 而首循环面对阿基市 华伦丹一出现了4个失球 考虑到华伦丹糟糕的后防线 球队此行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中场安东路斯和前锋爱爱卡迪利皆因商必战 谢谢你的收听 麻烦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麻烦点赞和订阅中心